我们一直在说从这个莫里森下台 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呢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 可以说是从解冻 并且还在回暖的过程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说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消息呢 第一当然就是朝着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啊 新年来澳洲的财长要首次访华了 根据透露是说呢 他要9月份的时候来到中国 那他来干嘛呢 主要提到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疲软 还有呢铁矿池价格下降 让澳大利亚现在开始担心 担心自己的这个澳洲的预算 会因此减少31澳元 所以说这个是台长 要来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 当然也是为了说跟中国继续解冻 跟他的这个出口的一些限制 能够继续放松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同时在上周澳洲的国会呢 是通过了一个临时动议 这个动议就是关于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我想我也不用多说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教授您怎么去分析澳大利亚 它又要解冻、回暖 同时又要通过这个2758号的决议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你一定要做清楚 就是澳大利亚认为政治与经济可以分开 中国认为政治跟经济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的话呢 你就可以了解到 你刚刚讲了前面的一个部分 中国经济下滑是事实了 经济下滑以后又要去固存 那怎么可能一个接着买铁矿呢 要买的话呢 所以澳大利亚的意思不是说是 你要不要买我铁矿 是讲说你要我作为独家供应商 你要了解为什么澳洲人都不用做事 然后中国人那么大热天下 忙辛辛苦苦 而且地里面挖出来这个铁矿 挖完以后不得了啊 澳洲人的铁矿多的简直吓死人了 对不对 可是它的还有龙虾还有酒啊什么的 你们在这个纽西兰非常清楚啊 对不对 那另外讲到2758的话 2758你看过没有 你只要会英文你拿来赌一赌 2758里面我都不忍心读 我读都掉眼泪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2758的话呢 认为台湾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Illegal Occupier 就是那个不合法的占据位置 先去叫你滚蛋啊 就是我讲的方法比较直接啊 就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的话呢 有一些热爱中华民国人会感觉到 2758把中国民国赶出去 一点颜面都不给啊 实际上周书凯当年的话就是气得不得了 为什么叫你一定要搞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是坚持 周恩来坚持 要写叫台湾本身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还什么安全理事会什么 我常任理事国什么这种位置 通通都要让出来 2758我都不愿意重提啊 现在来讲说2758什么曲解什么的 你自己会英文你去看英文版 要不然你看中文版 也都是完全一样 你现在在网络上一个click 你就可以翻出来 2758没有什么好被解释的 这个其实长期来讲的话呢 美国叫澳洲干什么 澳洲就得干什么 澳洲是一个不争气的以色列 只不就是靠着卖铐矿来赚钱 人家以色列带肿啊 我告诉你以色列的军人很带肿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平常你就会知道 以色列的这个IDF是很厉害的 以色列的IDF的话 男男女她本身虽然有广告 但是她们女生也很凶的 以色列的女兵是比男兵还凶的 对着澳洲人当场该干什么干什么 绝对不客气的 澳洲没有听说过 澳洲除了澳洲大战 为捍卫自己的国土 也表现得非常激烈一点以外的话 那目前这个情况 美国叫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这个二次五八的解释就这么个由来 而且五八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只要懂得语文当中的话 表达上来讲 中国倒并不是担心在这个 中国担心在什么 中国担心就是在澳洲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 还像菲律宾一样很难搞 你知道吧 对 我们就提最后一嘴巴 就提一下菲律宾 刚才教授我觉得有一个形容特别恰当 就是说澳大利亚是不争气的以色列 那您觉得菲律宾呢 菲律宾争气吗 他最近在这个 就是我们说搞中国搞的 也是非常的焦头烂额 对菲律宾的话 他基本上不但不争气 他自己的话 就是没有实力去干出一些 自己以为自己有实力的事情 菲律宾在先兵教上来讲说 做所谓的撞传的事件的话 就是整个从头到尾的过程 这次很少有的中国录影 然后公布以待 这个里面说明他说 站不住脚 那这里头的话 涉及到就是我们不讲别的 就讲南海行为准则 就是早先中国不强大的时候 菲律宾爱站几个脚就站几个脚 但是现在中国强大了 南海行为准则就是八个字 主权明确利益共享 你接受也得接受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我必须强调到这个阶段 必须要把话说明白了 要菲律宾来承认 南海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话 这个意义的话 远比在台湾时候不一样 因为南海太大 南海是三个新疆大 你知道吗南海太大了 但是南海接触到的利益 以及中国长远的未来 就是牵涉到的主权问题 由近而远 由今天到未来 都绝对不能够让的 所以中国本身来讲 面对南海的问题 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的同时的话 也会做出最顽强的捍卫 你要记住这事情 就是说我刚讲的南海跟台海 如果不是表面 不是送了讯息到美国去 沙利文不会急急忙忙跑到处 给你面子说你是受到邀请 主要是在台南海的问题